三十二歲的男生就是這樣子 千萬不要碰我們 一碰就是結婚 我沒有被拍到車上獨處 這個也是我們很納悶的 加油 你的一個小時 跟我一個小時 不對等加油 彭尊Pick壯壯 理想心不是劉新宇 全明星零日數退賽 很難一拍即合 其實每一個人來這邊 都是不同的生長環境 所以你很難說 要跟每一個人都 到一拍即合 或是到變怎麼樣 就像有些人 他可能適合當隊友 現在適合當朋友 全明星黃隊的彭尊 被網友指稱 從測試賽過後 就和林玉書減行漸遠 而林玉書也因為被周刊爆出 疑似遭到隊內排擠 才選擇退出節目 現在你們都沒有跟他練過嗎 我不確定 所以你們整隊有討論過這個事情 這件事情他沒有辦法不去 你不去說他就是沒發生 對 我們是會有討論 對 對 對 但是就是大家都希望 彼此都可以再冷靜一點 說不受影響 都是騙人的 確實有影響到 我不敢說大家 但確實有影響到我 其實我最受傷的 不是我自己 是我的家人吧 因為尤其是我媽 她看我每天早上八點出門 然後四人都回家 是得到這樣子的評價 所以你對網友的牛油 你真的走心 我跟你們說 不要看我這樣 我超級容易走心 其實我最近也會問我自己說 那 勝負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然後之前有預計 就是有一點點誤會嗎 說實話那個誤會小到 我自己都覺得沒發生事情 你知道嗎 那還有哪一個成員 是有歷經過這樣的磨合 還有哪一個成員 是沒有過歷經這樣的磨合 都有喔 可能是因為我以前在團體生活裡面 所以我講話可能有時候比較 不會這麼修飾 我跟壯壯是有吵架到 那種一發不可收拾啊 但是我單方面在收拾 因為 因為我很喜歡壯壯 你知道我就進入一個迷之空間 我不確定我是不是做錯 但我就先道歉 他關心每位選手的 身心理狀況 然後去定場地 然後那時候 我是 要跟他打桌球混雙 然後我還很激進地要求 他要跟我一起練球 我覺得他可能那時候 一次太多東西到腦中 他就會有點就是 爆炸 一些可憐的桌球們 就被推倒在地上 我嚇壞了 他們說我像一隻 落水的小狗 因為我這狀況是 我不可能去跟他生氣的 他也某種程度 算是一個心靈導師 原本只是想說 順路送他回去 在地下室又會聊了半小時一小時 他沒有被拍到 氣候上獨處 這個也是我們很納悶的 加油 你的一個小時 跟我一個小時 不對等 加油 你的地下室不好拍 對 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有努力過 有停在路邊過 但是沒被拍到 那感情部分 現在是單身嗎 單身 加入全明星 單身的人比較沒有煩惱 你知道嗎 你在說誰煩惱很多嗎 這個坑太深了 但我確定相信全明星不少人是 應該除了要處理運動部分 應該要處理一些家庭和諧的部分 在這邊跟大家說一聲辛苦了 那你的理想情是哪種 如果會讓我感到我魅力有喜歡 就通常都是他在 他的工作領域是很不錯 讓我可以崇拜他的 但我覺得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我覺得壯壯真的是還不錯 但我覺得一一可能也不錯 之前你不是選星宇嗎 就星宇的那個是 顏值上就是 是我的菜 可是如果你說影響型 我們就因為 你知道我很能腦補 就想到要結婚要怎麼樣 你會想太多 我已經想到就是 已經想到白頭偕老 所以32歲的男生就是這樣子 千萬不要碰我們 一碰就是結婚